Hello,大家好,我是王者 今天的视频呢,是拍给这个入坑不久的小伙伴的 因为我上次有这个油画胶带怎么用的这个视频 有一个小伙伴就问我说 他只看到成品,没有看到过程 他不知道这种胶带是怎么能变成这样一副造紧的拼贴的 所以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呢,我们需要这个笔刀 铁子,然后再一个这个小垫板 然后呢,这个本子的话就是要选这种比较小一点的 我这个是A6的,那A6的是多大的呢 就基本上是这个宽大概10厘米,长大概15厘米 这样子的一个本子 为什么只能选这种小的,不能选这种大的 等你看到最后你就明白了 好,那我们现在先开始 首先呢,你就根据你这个胶带 你来安排一下它们的顺序 那从上到下的顺序 那从上到下的顺序,依据一个什么原则呢 就是上面的是离里远的地方 下面的是离里近的地方 所以呢,我们这种小小的房子 就可以贴在比较中间一点的地方 先这样子,就是安排一下地方 不是说现在就把它完完全全实的贴上去 那房子后面呢,你也可以再弄一点 嗯,草地或者别的,或者桥啊,或者什么的 那上面的地方你可以放这个天空 一般的造景的话,最上面都是放天空 嗯,我这里这个胶带 我不知道你们买的其他胶带可能也有这种问题 我贴在白纸上看一下 就它这个循环结束之后 它这个印刷的地方有一条线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清楚 啊,这里有条线 然后如果你想要比较完美的那个平贴 不想要这条线的话 嗯 你就从这条线后面开始 我这里 从这条线到下一条线大概有40厘米吧 然后我这个本子宽是15厘米 所以我如果从这条线开始这样拉过来的话 下条线就不会在本子上出现 嗯,那我那我今天来弄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 大概安排一下这种位置 嗯 你可以大概这样子安排一下 然后嗯 这个花花等一会你把这一条弄完之后 你可以再在这里再安排一条 因为一定要把所有的这空白都 沾满 不能让它有留着白的在画面里面 那我就啊 接下来讲一下这个 怎么样让它们无缝连接 嗯,我就用这个房子这个做例子吧 因为这个比较简单一点 嗯 那我这里就准备说贴两条这个天空 我就先把它撕下来 怎会再补那一条 那我就要啊 啊,先全拉起来算了 然后把这个天空先安排在这 好 然后把这个房子贴上去 我这里要特写一下 就我这个房子跟这个天空要保证无缝连接的话 我应该贴在哪个地方 就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房子 这一条的话 你整个这一条如果全想贴上去的话 这里 是它 呃 最矮的地方 然后我们要保证这个整个白色的会被那个天空的那个胶带代替 那我们的 这个 嗯 房子呢 就要保证你这样贴上去之后 你跟天空交代重合的地方 一定要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位置确定了 嗯 就把它弄平衡一点 哦,我先把这其他的先拆下来 有点挡住我 其实我这个视频如果是呃,直播的话会更好 但是因为我在海外嘛 所以在b站上是不能够直播的 那只能就说拍一个视频 因为这个可能会比较长 因为如果拍视频的话就 嗯 怎么说呢 视频特别长 需要 剪辑 OK, anyway 嗯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课了 怎么课的话 现在底下 把这个电板垫着 从最左边开始 哦,我这个电板比较小 你要买可以买大一点 这种都挺便宜的 就几块钱吧 锅内的话 然后呢 我们就 因为它这里有很明显的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出来 嗯 你就把这些白的 沿着这个 房子跟这个白色的这个 边界 刻一刻 稍微用大点力 嗯 这个本子的纸不能选太薄的 我这个是100克 还是120克的纸 嗯 我忘记了 但是越厚的越好用 因为你要把胶带刻破 不想把这个本子纸刻破 然后呢 还有一点就是要说的就是 你这个要刻啊 其实 有时候你刻一次 没有办法让它两层胶带都破掉 有时候还要重复的刻好几次 那我的房子胶带大概大概就到这里吧 我不想拿了 我不想贴一整条的房子 然后我们刚才只撕掉上面一层那个房子上面那个白色的 我们还要把底下这个天空胶带跟这个房子重叠的 就是说在这个房子遮挡的后面的天空给它割掉 其实嗯 比如说像这个房子的话 有时候你你不割也可以 嗯 因为它的颜色很深 房子的颜色比较深 然后天空的颜色比较浅 你这个前面房子把它盖上之后 你看不太出来 就说后面这个颜色不影响你前面这个呈现 但是有时候 假如说你上面这一层的房子颜色浅的话 它后面就会透出来 然后 当然你追 如果追求最好的效果就是 要把它 后面那一层天空胶带也 抠出来 我就再沿着这个边把它再画一道 这种拐角的地方 就容易到时候扯不下来 然后呢 我再把它挑起来 因为把它两层一起挑起来 然后把后面那一层天空的胶带给撕掉 撕掉之后再把这上面这层房子给贴回去 这样就无缝连接了 但是这个我抠的不是很好 这个地方掉了一块 然后这里也不太合 我把它调整一下 然后这种小小的地方你可以拿你刚才 扣下来这个天空再给它补一下 这样子我们就把刚才这个小小的白白的一块给补上 那这个扣呢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我比如说房子我只想要这边一半的话 我这边我就可以再给它加天空 那这边呢我想 比如说我弄一些花花吧 那 如果我弄这样一整条花花的话 我这个倒掉了 怎么样跟这个房子衔接在一起 这个就比刚才那个房子和天空的衔接更加困难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 你也是要找 找它完整的部分的高度在哪里 然后因为它这个都不透明嘛 所以还比较麻烦 比如说这里 我就可以看到它大概这些完整的花花 大概是从这里这样子 大概画一下 这里这样下来 然后这样子 思想就是说把这个不完整这些都去掉 因为现实生活中你看到的景色它不是断成一节一节的 然后呢我们就先看一下 我这个不行 因为我这个地方贴的位置稍微靠下了一点 这里露出来一点白的 所以我要把它整体的往上面移一些 我要把它撕下来 然后再往上移一起 我要保证这个最低的地方 是会是能完全挡住的 妈妈在拍视频 嗨 嗨 你跟谁嗨 嗨 我要保证这个最低的地方 是能完全挡住这个房子的最下眼的 OK 那我现在往上移了一下 然后我再把它 撕下来 像这边这里 这种空白的地方 我就可以用刚才的天空给它补一下 小心 我现在是一种小手地的 他这种空白的地方 有什么的地方 我再把这种空白的地方 在大宇宙有的时候 拿着那里 哇 我吃到今天 我来粉丝 我来的 你 那下面这一条呢也是一样的步骤 就这里我比如说可以成这样的草 然后我就有点看不太清啊 因为这个草这块的颜色比较浅 然后底下那个胶带颜色比较深 干上去之后有时候有点看不太清 那你可以把它拉起来 然后这样子攀一下 然后沿着它这个完整的地方 让它刻一下 然后呢再沿着这个边界 再刻一次 刻完之后把它接起来 然后把底下那个重合的部分去掉 就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无缝连接了 因为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这个嗯 重叠在一起的地方 后面的那个颜色会透出来 就你能够看到很明显这里有一条 这个横线 上一条胶带的边界 这个不小心弄掉了 而且这是上一层的 所以留在这里等一会还要还得贴回去 好了 那这个过程呢 就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我就演示这么多吧 后面如果要再完成这一副整副完整的拼片的话 就把这上面嗯 再加一层天空 那天空呢 它这个胶带有点嗯 就是这样对不上 但是你如果要求不太高的话 就这样也可以 就是说它自己之间不用再重叠 然后扣涂了 然后呃 这个最底下呢 就就再加一层别的草地或者花花 或者任何你喜欢的那个嗯 胶带都可以 就是同样的方法 回到视频最开始的问题 为什么要用A6这种小本子 因为过程比较繁琐 用大本子你会受不了的 那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王者 不知道你学会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